字幕 李宗盛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這個studio只有我們三個在 我高山 Michael 也不是很久 監製不想試 你要對麥克風 這個位置 然後我旁邊的帕利組 這麼大的背脊搭著大家 你猜有沒有人以為 一看到我背脊的衣服 一轉身 原來真的是帕利組 還是人家看到你背脊 也猜到他正面都是你 大家都是帕房中 正所謂見你背面就恨你正面 為什麼穿帕利組呢 為什麼呢 恭喜帕利組搭歐聯八強 對 但大家應該有留意到 我的衣服不是維拉利爾 對了 為什麼你不弄一件 維拉利爾的帕利組 是要找一件華倫西亞的帕利組 很有趣 有段估計的 話說這件波衣 就是西甲駐香港宣傳大使 是Eddu送給我的 那時候呢 其實他是一個華倫西亞球迷 哦 然後他就 那時候 跟我說 印字有什麼人選擇 只有兩個人選擇 要不就是帕利組 要不就是李康仁 雖然我是亞洲人 但我又不是踢李康仁的位置 就印帕利組 誰知道印完之後 他轉過頭就走位了 然後我又今早 Eddu知道我們今晚開始沒有 他就很開心 很著弱地說 喂今晚你們是不是說 西甲有多厲害 三隊球入了歐聯八強 然後我就說 他也會提的 我們也會說 今星期有四場球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喂今晚我穿派利組 不過是李愛隊的派利組 想著他會覺得 笑一下他 等一下 Eddu就在派利組 你不知道嗎 哦 哦 對 阿維什麼時候跟普巴 跟艾瑪特炒爾一樣剃光頭呢 你從哪裏見到我這樣的留言 哦 什麼時候一起剃光頭 為什麼呢 不知 我覺得很清爽 清爽還清爽 很影響到你的個人形象 一剃光頭那些 總是想在歐陽鎮華那套 什麼 藍養十大邪鋒那個 徐錦江 抱歉 徐錦江那個傻眼 話說你又不是傻眼 你又不要假 你又不要自變身假 話說那天看到普巴剃光頭 我立刻想起那一幕 你覺得普巴是傻眼 我也不否認 我想說我看下去 我認不到普巴 SF方說應該是高基連 嘩 看不到那個字 什麼字 應該是高基連那一隊防守中場 就多過柏利組 是啊 高基連 真的很厲害 因為高基連其實是在My Favorite List 柏利組就沒有 卡普爾也沒有 高基連一陣說 因為他也叫波魯十二馬 也不是一陣說 是這一節說的 高基連也要說的 這一節我們順著的次序 我們第一節就說艾瑪利 艾瑪利打贏艾力尼 好勵志 因為艾瑪利終於可以踏入歐聯白強這個門檻 奮鬥了這麼多年 有多少個歐霸冠軍都拿過 是啊 與其你說那個叫西維爾杯 你叫艾瑪利杯都不為過 那終於人生踏入一個新的階梯 那個就是歐聯白強 你說不是很勵志 有些球隊好像萬聯這些 有多少年沒有踏過歐聯白強 都不是很久 不過最頂盡就是歐聯白強 你這樣說 我覺得要先多謝阿周提供一個數據 他就是說 因為今天在看球台的群組路有說的 他就發了出來 他就說阿特蘭大原來是 對上這三季在歐聯 唯一一隊 可以去到八強的球隊 以甲 以甲 哦 是啊 你想回我們 以甲之恥啊 因為我們兩個日前 我們做西甲的時候 那個特別節目的時候 都說過西甲提到一點點 西甲水平的下跌 我們以甲有沒有說過一下呢 我們不是說 姑且這一集我們就不是說 我們留下季才說 我們留下季才說 以甲的勾戰成績就會拉上去 不過勾戰戰績就 的確 事實都 反映都給大家看 是啊 不用多謝莫耶斯 多謝莫耶斯 萬聯打贏PSG那次 歐聯16強 你這樣的邏輯 你也要多謝蘇比 要多謝賊賊 萬聯去到頂就是歐聯8強 這個也是馬尼爾達到的一個成就 但是我覺得 勵志的 開心的 正面的 我們第一節 很多正面的 譬如Song Toyan 就說 維拉利爾居然還可以看到奧利亞和卡普爾 踢歐冠 喇 卡普爾也算 因為卡普爾真的打得好 奧利亞打正選呢 因為本身 維拉利爾其實今季有幾個右閘球員 馬尼奧加斯柏 不過馬尼奧加斯柏 其實已經淡出了 但是本身正選應該是科夫 科夫可能最近狀態不太好 今季有用了奧利亞 但是奧利亞我也記得 當時是自由轉會過到尼威拉利爾 你以為他是第三 第三體堡而已 我猜 對著了安娜斯 打正選 打得OK 嗯 不錯 所以勵志 亞馬尼之外 有些球員都頗勵志 就是奧利亞這些 我知道你喜歡炮托尼斯 不是 曾幾何時 奧利亞我讚過他 是有潛力去到很頂尖的右閘位置 嗯 曾幾何時 曾幾何時 當然去到後來 來到我次之後 當然就被我登了 OK的 證明是熱刺的問題 不關我事 是 稍後每場歐戰 歐聯的焦點比賽 或者李爾是一場 對祖雲達斯 另外李爾的車路士又一場 是 是 還有就是 鵝曼 又要說鵝曼 對馬體會 美那場 亞迪士 和賓菲加 亞迪士 賓菲加 也是會賴一下 雖然我們的標題應該沒有寫出來 這麼多一場就是 亞詩奴對 禮物浦 也要看一看 或者少說昨晚的寶賽 這個禮拜很多這些重點大賽 我們先說了艾瑪利如何逆轉 這四場歐聯其實就有一個共通點 作客贏了 但是賽後我也很印象深刻 有幾個卡比羅接受訪問 另外艾比奧爾接受訪問 其實說的話都很類似 都認同3比0真的想不到 譬如駭筱也說了 真心輸到三球真的很丟架 是丟架的 其實維拉利爾上半場 第一球十二碼之前七十多分鐘 都是沒什麼機會的 很多都是禁區外遠射不中籠 因為全場看起來都三個月中籠 只有三個月中籠 基本上加上祖雲達斯基上半場 莫拉達 華浩瑞一個頭鎚 都是被龍門救渡 右球中微波 但是下半場到來 祖雲達斯就開始心急軟射 多軟射都不中籠 導致就埋下輸球的復線 對呀 你說過Michael 頭十五分鐘 其實有兩次大好機會 摩拉達近門頭鎚頂中微 即是近門頭鎚 另外十三分鐘那一刻 其實在禁區裏面 遲遲都解不出圍 桑古阿達到又起不了腳 接著 最大參試那一刻 應該說的就是華浩瑞那一刻 勁射中微 上半場其實論點數 就是艾比奧爾塞猶哥的訪問也有說的 論點數 其實祖雲達斯上半場應該要入球 但是你把握不到 下半場開始 威拉利爾就有少少在戰術部署上 艾瑪莉的應對 想過來 待會我們會再說 因為都預備了一些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結果就 祖雲達斯下半場的進攻的銳利感 很明顯沒有那麼強 結果 輸了 十二馬 其實會不會有幾個好關事 因為今季沒有了著客入球 這四場球都是主隊的 好像很心急地攻攻 都只有後防 因為有很多空位 萬輪就不用說了 那就一定是密加壓賊 例如車路士 眼裡都會說 李爾有幾球 後面有空位導致兩球失球 都是在左閘位發生的 那你賓菲加那場也是 亞迪士都攻了 全場都攻不進 我覺得你說的格局 就 祖雲達斯對維拉利爾和亞迪士 對賓菲加那場有點相似 都是 跟你說的 亞迪士都是全面優勢空球 各方面都是佔優 但是 咬多少都咬不進 賓菲加其實整場球的威脅 比維拉利爾還少在這場 對祖雲達斯制造出來的威脅 四次射門好像沒有幾錯 最有威脅就是入球 賓菲加 所以老實說 你問我 賓菲加也好 維拉利也好 都是不聰明的 其實馬體會也不聰明 不過對面那隊也不聰明 一樣不聰明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再不聰明也好 冷船也有三斤釘 是的 還有看看你遇到什麼對手 事不宜遲 馬上去看看圖 第一張圖想說一下祖雲達斯 其實他上半場 你看看有張圖 看一看 就是在左邊 今天祖雲達斯出的陣式 就是類似四四二 但其實我這裡提示了 話說這一集圖 也有些特別另類的元素 跟大家分享一下 提示了一些位置 大家也記得 不用找回陣式上面 左閘就是迪斯基里奧 左翼就是拉比奧特 但大家都知道拉比奧特 就不是一個很純正的逆風球員 所以你看到其實祖雲達斯 這季也不是第一次 拉比奧特 如果他擺在四四二陣式的 左中場的話 有時都幾經常會 靠在中間 左閘後上的出擊能力 就重要了 不過呢 這個就是迪斯基里奧 他就是右腳 還有 就算全勝時期 迪斯基里奧 側擊的侵略性 也不是很強 他也不是以側擊為賣點 但算是這樣的 我記得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 華納學衛競射中微 那一刻 都是迪斯基里奧 用左邊刮地坡 所以這場 尤其是初段 上半場初段 也算是這樣的 也挺肯上來幫忙的 因為你也知道 如果左中場 挖進去 移進去中場中的位置 那你的閘子 自然要多上一些 來overlap 去保持你側擊的力量 好 接著下一張圖 拉比奧特 或者應該說 祖雲達斯 今場我覺得 有一個環節 可以說他們整個季 有一個縮影 中場中的動力很不夠 很多都是在抖抖 尤其是當麥堅尼 不在陣的情況 或者 貴宗他們有薩卡利亞 薩卡利亞加盟 薩卡利亞也是一個走動型的球員 但如果這兩個球員 不在陣中的時候 哇 這幾個 尤其是拉比奧特 加盧卡利亞 你會發覺 今場很多時候 都會在中場 不在陣中的效率 或者你不覺得分工很細緻 我不知道兩位 是否同意 這方面 我們經常都說 晚聯 經常有很多數據說 他們沒有什麼 sprint 就是那些 衝刺 其實祖雲達斯也是 簡單來說 如果你沒有 後上意識強的中場球員 你這堆中場球員 又不習慣很多走動的話 你就無法保持中場的運轉 因為其實華河域 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會 drop deep 摩拉達 我也不當他是一個 會直接去 拉入禁區 去威脅 對手龍門的前鋒 剛才說的問題就是 他drop deep 哪一個禁區 還有 你看到 場球去到下半場 後點的時間 其實華河域 好像碰球都少了 對 換言之 就是祖雲達斯 現在這個 中前場的體力設計 其實沒有其他 威脅到對手的點 當然 我們去到後來 我們會看到 戴巴勒 堅欣落場 還有 布拉迪斯 那時也太遲了 沒錯 已經太遲了 你說到這件事 也有數據 就是有個數據 反映給你聽 今季 祖雲達斯 原來在歐聯 是沒有任何中場球員 入球 不計翼鋒 古魯斯夫斯基 或者 費達利高基艾莎 我不當他叫中場中 我只是計中場中的球員 是沒有一個球員 入球 另外 拉比奧特 和阿法美路 都是沒有入球 整季 各項賽事 你可以反映得到 祖雲達斯 中場線 後上的入球 是嚴重不足的 麥堅尼 Reggie Bullock 就說 麥堅尼 其實麥堅尼 本身就 你看 亞歷尼 在歐聯的取態 他可以說是首選 但是受傷了 對 很可惜 正正就是欠缺他後上的 時間 或者後上的埋門 醫生 但這件事也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你說盧卡迪尼 我們是否沒見過他後上 那些禁區頂的撞射 或者拉比奧特 是否可以調整一下 或者就是阿歷尼 是否可以對這堆中場有一個 調教 但拉比奧特 他就不是 我印象 拉比奧特 並不是那些 善於入禁區的後上通常 阿歷尼 阿歷尼 當然也不是 最後只剩下 羅卡迪尼 但羅卡迪尼 也不是這一類 其實你 所獲的選擇很少 拉比奧特 我想大家都法國人 可能會令大家想起馬杜迪 以往他就 這方面相比 馬杜迪 就全勝時期 當然是比拉比奧特 拉比奧特 以FM來計 拉比奧特的應該叫做 Deep Lying Pre-Maker 是 叫普巴回去踢就行了 真的 喂 祖蘭達斯欠個普巴 要不要想到圍盜派路 圍盜還在踢 可能都可以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 中場 缺少這些 叫普巴回去踢就行了 但是 你說阿力尼 他自己在調動上的選擇 我不要說是陣容局限 說陣容局限已經說了很久 說來很沉 沒有換人的時機 或者是 Gameplay 整個策略的出錯呢 我覺得這些可以拿出來 分享一下 Gameplay繼續說一下 總雲達斯 即剛才講過一下 總雲達斯的部署 維拉尼 為何我們 今集網上可能都會 讚一下艾瑪莉的部署 看看這張圖 2分54秒 第三張圖 說的是 對了 這張照片 維拉尼的金季 其實 遇到的祭爪 集中在前線和左翼的位置 前線 他們不是沒有前鋒 不過 幾個前鋒都輪著上艾卡莎 謝拉到摩蘭奴 尤其是謝拉到摩蘭奴 你也知道重要性是多大的 艾卡莎益也是射手型的球員 所以 艾瑪莉今季在 4-4-2正前鋒的位置 用過 近期較經常用的 就是單祖馬拍著盧射素 但你熟悉這兩個球員 你也知道 單祖馬是逆風球員 盧射素更加是一個中場中 或者就算是熱刺 可能是鬥帶防守中場的角色 Bots to Bots 或者盧射素 我也記得我說過 甚至有一場 是見過艾伯圖摩蘭奴 踢4-4-2 是艾伯圖摩蘭奴 即是以前踢利浦左閘那個 是啊 踢4-4-2正前鋒 其中一個魏9號的角色 捷古路斯也試過 所以就很多這類型的 公兵型的球員 或者是戰術棋子 比艾瑪利 試過改造 踢正前鋒的其中一個 或者就是左翼 那麼這場球呢 其實就是中場中兩個 帕利祖加加卡普爾 右翼就是耶利美賓奴 左翼就是捷古路斯 但是你也看到這張圖 揭示了 咦? LM 左中場的捷古路斯 站在兩個中場中的前一格 當然是 因為他本身也是中場中的球員 所以習慣地 他就會移進去 而左邊的邊路 就交給左閘的艾斯杜比蘭 這個是其中一個 也不是什麼很新鮮的部署 不過 如果大家沒什麼留意 或者是維拉利的話 都可以拿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另外下一張圖 8分33 你看到其實 在艾比奧爾 插一個邪線 去中圈附近的時候 正正就是捷古路斯 在這裡接應 同樣地 又看這張圖 下一張 35分30秒 這張 你又看到維拉利或者捷古路斯 自己也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波羅斯斯插了 就是插一個 橫傳去左閘的艾斯杜比蘭 然後你看到 營安部圈住了 我圈住了捷古路斯的頭 明顯你知道他 或者他自己也意識到 咦 禁區裡面也沒有攻擊球員 他意識得到 他想後上入攝 去為 就是當如果那個波羅斯 真的傳中了中間的時候 如果他不夠接兵電 那怎麼辦呢 你威脅不了對方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由於幾個都不是 純正的前鋒球員 或者正宗的前鋒球員 所以你看到這球球 路斯斯好 單早馬又可 是沒有任何意識 插進去禁區的 全部都是 coming deep towards the ball 就是 面對著皮球的方向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 一個前鋒殺手的 kill right incident 本能反應就是 有時候你在後上壓進去 那一下 走位 插進去 向前插進去 那一下 好像一個匕首插進去 別人的心臟 對 所以如果全部都是這樣 看著球 的話 譬如現在拿到 帕利祖那些 或者卡普爾那些 那些中場 怎麼會放得到 扯不開 所以 很簡單 這些事情 好 當然 戰術棋子 或者這些公兵球員 都有他的好處 譬如就是下一張圖 耶利米賓奴 和盧西蘇 看到 再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已經看到盧卡迪 這張圖 其實你會看到 盧西蘇 回到自己右閘的位置 去幫助耶利米賓奴 或者耶利米賓奴 都是幫奧利亞 總之就是幫助右閘位置 你就知道其實維拉利爾 有很多這樣的球員在 左邊都是 阿哲高老師那些 或者後面入體的高紀念 那些全部都懂得 怎樣可以回到後場 或者有這樣的防守意識 那麼 到下半場呢 那邊動是明顯的 維拉利爾那裡 你們有沒有什麼 暴震上 暫時就 如果你說暴震 剛才你也說了一個問題 其實維拉利爾 沒有什麼製造重心運能力 就這樣看出場的陣容 所以其實 去到換邊之後 艾馬尼 我覺得 他的設備 是有一定的計算 譬如下半場 你換那幾手牌 包括摩蘭奴 卓和基斯 這些都是怎樣去直接去威脅對手的龍門 又或者走對手身後 或者可能是增加比賽速率 的一些手段 那 祖倫達斯和 或者利爾 我想在換人方面的內容 就很高下立見 其實祖倫達斯 他後面不是完全沒有牌 就是貝拉利斯治或者戴巴拿 甚至是失了第一球才開始換人 你是失了第一球才換人 所以其實他們的狀態還沒起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我想 都還沒解決到一個真正的問題 就是 其實 反過來 你中場 蓋上去的那些點 好像都不夠 即是你說維拉利爾 我說總雲達斯 總雲達斯 中場蓋上去的點 對 正正就是有下一張圖 是 可以看得到 呃 有時候 有些球員都意識得到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中場的運轉不夠強 不夠快 或者就是後上插入的那些 中場球員意識不夠高呢 這張圖其實 這張圖是53分28 後場在組織的攻勢 但是 前面的走位怎麼可以 就是 拉開到或者 扯鬆到對方的防線呢 這下算是為數不多的一個好的 比較好的例子就是 華納浩域 就是箭咀向左那個 他就打算 拉出來 接應隊友的短傳 然後呢 向右那個箭咀的 那位總雲達斯球員 就壓前 就是 就是靠這些走位 去互相去 拉一下防守球員 拉一下空位出來 但是這下其實算是 就是下半場 或者算是全場比較明顯的例子 還有一個 就要說 連阿法美路 因為阿法美路 今場幾個小時中 比較鬥得深一點的那個 就是下一張照片 那時候 67分鐘 這個球 其實他自己 插過 橫傳 就是插過直線 給華納浩域 然後呢 看一下 三秒之後就是 三秒之後 下一張照片就是 他 插完之後 他都按耐不住 要壓進去 為什麼呢? 或者是為什麼呢? 就是他也意識得到 他身邊的那兩個 盧卡迪 或者是拉比奧特 提供不了這些元素 所以他也知道 給完球之後 就壓前走位 去做回接應 但是不多 這些鏡頭真的不多 好了 然後再看看下面的槍 反映到很多問題 譬如79分09 這張拉比奧特 為什麼圈著他的手 和圈著他的頭呢? 其實他的手 是在插著 養著前面的四個隊友 喂 幫幫忙吧 幫忙做一些護傳 你全部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有很多走動 這張圖除了拉比奧特之外 可不可以看到 祖雲達斯 中後場是斷了一場 是 中前場是斷了一場 因為你看到 spaces between lines 其實拉出來 去接應全球的選擇 是很少的 所以對手 很容易遮蓋 又或者順勢 去攔截 是 剛才說前線的問題 全方位的進攻 邊路又怎樣呢? 下一張很明顯看到 剛才交代過迪斯基 在左手邊發揮 這場球說 丹尼路是踢過右閘 但是丹尼路近年 就算打過右閘 也好 很多時候 都不太會上 他會上 進攻死球也會上 例如之前對著亞特蘭大 我們找Isaac上來那一集 剛好就是趕那一場 他就是最後尾段 絕殺 死球頭取 角球就會上來 但是三球組織 這球很明顯 桑古亞達道在右邊拿著球 丹尼路完全沒有任何意識 或者整場比賽 你都不見到丹尼路有什麼特別 很強的 壓上來的意識 去幫桑古亞達道 在邊路 希望可以 形成一個人多打人少的優勢 嗯嗯嗯嗯 所以邊路經常都要靠桑古亞達道 自己單打獨鬥 但是你猜到達道 因為是年紀所限 33 他也33 二來其實我覺得 就算他仍然有一種 所謂突破邊路的能力 都好 一季有這種很高水平的發揮 的比賽 我想是越來越買少見少 是 所以桑古亞達斯 其實板虎不是真的這麼多 如果你要打贏 這個華爾利爾 其實華爾利爾也是玩這一招 就是他很喜歡 擺重某些兵力 在某一條邊路 比如之前你所說的 你把摩蘭奴放在左邊 作為一個閘位 他可以有時候成為另一個 方向 你一條邊路 放兩個 逆位類型的球員 我是左和右 我是很不對稱的 那你對付華爾利爾 你這兩個球員 有一個辦法 就是 你玩左又不對稱 我也跟你不對稱 供你小人那邊 其實就是供你那個 是很簡單的 但是李祖蘭達斯 給人的感覺是 後上 就不是說很有威脅 邊線 亦都不見得 如何拉開的空間 而且 因為總雲達斯 兩邊都沒有強勁 問題是 你左邊是敵斯基里奧 你右邊是敵斯基里奧 左邊 左邊是敵斯基里奧 右邊是丹尼奧 所以呢 譬如讀一些球迷朋友留言 威明Lam 其實總雲達斯兩邊 全中波龍角球很有威脅 特別是上滿場 是的 艾兵奧爾也同意 但是把握不了 所以呢 我們有強調 維拉利爾不是厲害 只不過 總雲達斯 他沒有足夠在這場 發揮主場的賽事 因為其實正在和 阿力尼有時候的心態就是這樣 我回頭想 如果首回合 他們在落後的情況之下 次回合 我們見識過 比如對著馬低體育會那一年 首回合落後兩球 次回合回到都齡的主場 有施浪 有施浪 嘩 那位領隊的那個 跟球員 講的指示 或者就是 他那些說話 應對 因為次回合他知道 一定要搶攻 或者是 如果有作合球 可能 維拉利爾會急 跟你攻 那今早運特斯機會 就會更大 是的 所以這方面 都不能說了 壓力來 一會兒 總編也會多補充 維拉利 如何應對 或者下半場的部署 改變了 或者艾馬利 如何修正呢 又看看下一張圖 下半場的初段 這張圖 看到圈著的 就是耶利米賓奴和捷古魯斯 其實下半場 有少許改變了 你可以當一個五四一陣式 耶利米賓奴就 推後了 變成一個右翼衛 奧利亞就收回去 形成一個三中堅偏右 拍住艾比奧爾 和拍奧泰利斯 左翼衛就是艾斯杜比蘭 然後五四一那個四 由右至左就是盧歇素 中間就是帕利祖和卡普爾 左邊就是捷古魯斯 前面就擺了一個單組馬 但是就算你套了這些球員下去 他們依然在防守執行上的紀律性 是強的 所以祖安娜斯下半場 無計可思也是解釋得到的 嗯嗯嗯嗯 那我再看看下面那張 就是下面那張圖 其實右邊是動得多的 是 因為耶利米賓奴 盧歇素和奧利亞 就是動的位置 全部都是右手邊 所以你看到在執行上 艾馬尼也是六個苦弓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這樣演練 都是這十一個球員 其實很用慣用熟 西甲也見過這樣的變陣 是啊 唯獨我覺得 未必是一個常規正選的 就是奧利亞 我們剛才也說 因為那個位置可能是科夫打開 科夫其實他跟奧利亞的角色很不同 是 很明顯科夫的防守性重很多 他是一個有中堅屬性的右手 也是一個長期左右不平衡的體系 一個會內收入中間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 Force center back 是 ok 我也不知道用什麼稱呼 Force back 還是Force center back 我不知道 但是他跟奧利亞很不同 奧利亞一個進攻性 強很多的一個右手 但是 其實艾馬尼他在示範的是什麼 就是球隊的形狀 是可以隨著你加入不同的性質的球員 去變換的 嗯 那這樣東西也是 他自己 如果大家有看西甲 看華利亞的球 那這樣東西是 艾馬尼教這麼多年以來的殺手簡 是啊 我看開始大家都想討論一下艾力尼 Steven Wong就說艾力尼好像沒有細甲那麼多新意 或者 INHLK就說 早記下半場都是似等加持 Lam Ewer就說 早記沒有把握到機會 加輸幾球 個人犯錯 我覺得又不是似等加持 因為始終他都是急 很多 沒有那麼多傳進去禁區的功能 他不是想等加持 是沒有能力 就算他想加他沒有能力 他沒有能力拖 因為 你看到現在這個結構 沒有什麼有爆發力的球員 是參與攻守的 包括薩哈利亞 或者是 基艾莎 或者是 麥堅尼 所以是令到球隊 是沒有辦法 去將那個節奏 去帶來一些的變化 諾抄就說 看這個王前換人之後的 Average Position 左路有五個人 整條走廊都出來了 就是祖蘭達斯是不夠人 你可以看到 祖蘭達斯他在面對 阿威哈利爾的這種變化下 其實他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反制的招數 我們說 你不一定要 是 人家擺這麼多邊 你就照樣擺這麼多邊 不一定要 你如果對一隊球隊 可能他進攻方向的轉換 是很快 其實是你死的 你不需要 一定要跟著他 去擺很多人 除非你是馬體會 馬體會 馬體會 那一家球很擅長 是怎樣的呢 防守的 整批球員 環移很快 整批球員 都拍到一邊 我不怕 你維拉利爾這些球 利物浦也是這樣 這個是 維拉利爾 你只可以說 維拉利爾其實就是 預算了一隊 現在向下滑的祖蘭達斯 那我剛才也說 他 的集合空間 他缺少了這一隊 有八法力的球員 當然 你也可以說 阿力尼他的應變 也是不夠的 兩樣我都覺得是原因的 因為 阿力尼固然 他上任的時候 即是他今季 重返祖蘭達斯之後 我也覺得 我們最近有一個題目 就是 之前也說過 尤其是上屆歐洲國一輩 當 土耳其出局之後 我們就說 喂 有時候找回一些 以往的 國家隊 或者以往的球隊 帶來過很多成功 帶來過 不錯成績 這些所謂 以往的公分教頭 是不是 再第二度 第三度 重返球隊 是一件好事呢 我們做人 不可以眷戀往績 還有我們經常說 足球的世代 這個是生生不息的循環 或者是幾年就會換一次 足球形態就會變 就會有一定的轉變 阿力尼離開了 當來兩至三年 但其實已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領導的部署 或者是足球的潮流 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轉變 所以其實他回到來 我自己 我未說是季初 其實我不看好 到現在都不看好 但是現在就要調整奧奇夢席 因為 祖雲達斯畢竟在歐聯 真的在這個階段出了一個 所以我們所有 本身 如果你不看好祖雲達斯 在季味聯賽 有好成績的話 現在 都沒有辦法 我們又不會說什麼馬號炮 而是 必須要根據那個形勢 和現在的形態 去做回 你一個 調整的期望 有些聽眾 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 你是不是不喜歡翻桌 以及不喜歡復合 哪方便 我不是 我反而是 人生上 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來的 ISF 講到土耳其 泰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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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應對是真的不行 因為其實阿積士和祖雲達斯 都是在 失波之後 才作出回洋調動 但是 剛才你說 始終祖雲達斯是多雙兵 這個也是事實 你見其實近來他們在後備席 聯賽也有 整天長期都是坐下一半的 有一半的後備席都是空的 是可憐的 但是可憐的 我覺得 後備的現在 大巴拿 布拉利斯基 摩斯堅欣那些出到來 那 是不是完全 板凳深度 捉襟劍爪呢 可以說一下 祖雲達斯這場 後備只剩下八個人 維拉利爾是有十二個人 嗯 甚少四個 其中還有一些是 基亞連尼 配聯 應該都不會出那些 是啊 有些小將 有一個小將 聯賽比較多 那 你問我 如果祖雲達斯再震的球員 有哪些真的要挑剔的 就是盧嘉莉 哈哈 真的 喂 下半場 我只是抓著盧嘉莉 怎樣去打 對嗎 善話也是輸他 是啊 是啊 那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就是 艾力尼他拿來 endorse自己的 一個 理由 就是所謂你說 那個 變換的空間 的scope變換的空間 很小 我覺得這個也不應該是一個 理由來的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我想 球隊可以嘗試從 進攻的體系 環節的 變化 去說 你手上 你拿著 摩拉達華河域 戴巴拿 貝拿迪斯基 堅欣 那是不是 代表現在 這個進攻的組合 真的這麼一成不變呢 那是不是代表 你華爾利爾的弱點 真的不能夠被捉摸 或者把握呢 這個也是 我想很多組人的琴 是自己都會看到的 是的 那LJ就說 他是杯賽專家 好球隊想要什麼 要杯賽就可以找回他 當然他是入了這個 意大利杯決賽 但是 嘖 我們 拆開一點點 因為 其他那幾隊 就是米蘭雙紅 是 尤其是A仙蘭 叫做 那個發展 我覺得是好的 方向是好的 但是 要一點時間 尤其是歐洲賽場 歐聯賽場 歐聯賽場 郭靖蘭那些是OK的 你看到他是慢慢 譬如 從之前分組賽 包尾出局 再到今年 入到16強 輸給你 不算好 就是要慢慢去建立 以往在歐聯的一些底魂 要找回來 祖安達斯我覺得也是 那大難大就更加 因為之前那一陣子 已經穿得很盡 現在真的要再重整一下 所以 爾甲也少少解釋得到 近年歐聯的情況 但是 譬如 Yi Ming 上面有說 耶利美賓奈 和 右閘 就是那邊 路西蘇 右邊 防守右路量 其實是很多 都算是挺鬆散 其實是 所以也解釋得到 為什麼艾瑪莉 下半場 他轉一轉的陣式 轉了個5-4-1 就路西蘇 不在前面拍住單組馬 變成一個右中場的角色 他見得到這個情況 所以 他的安排這一著 也讓下半場 祖安達斯 開始的勢不強 這就是 其中一個他贏的地方 艾瑪莉 其實Din James說得沒錯 其實祖雲大師的陣容 當然不會差得到 威拉莉 但是教練的 排兵暴震的方面 就是 很明顯的差分別 是啊 例如想法上 或者是應對上 Nam Choney就說 阿力尼以前 關注 篩著贏 現在篩著輸 不如醜 以前我們經常聽 我們中文評述也好 英文評述也好 都經常講話 阿力尼其中一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怎樣去那場比賽 形勢 不是太強之下 最終得到那三分 但是那時候當然 你還有那些 意大利後場的三寶 四寶 巴薩利 幫老師幾十年來 寶方 黃金一隊 黃金一隊 也就是士氣 我不否認的 陣中的球員 那個時候 那個壓場感 跟現在這一堆 沒有得比 而且其實阿力尼有一個 他有一種惰性 就是 你有一 他是很依賴一些 體系球員 發導力 例如說達到是一個 或者全聖旗 我想什麼 全聖旗的貝拉迪斯基 都可以做到這個 沒錯 可能你那場球 阿吊瑞 他可能用基艾沙 戴巴拿 可能都不是特別好狀態 但是他是靠這些體系球員 突然間 狀態拉上去之後 好 就吵你老母 我給你一兩球 那你就完了 就是提速那一段 短時間 我覺得有點像 黃加馬得利那種味道 就是 上場是的 論點數都贏了 死球 或者兩邊的全聖旗 沒有 但其實都是磨的 是的 然後磨 他想著 好了 我就在這裡和你磨 磨到下半場 按一按鍵 噢 仆街你比我快 那就輸了 他想不到那件事是什麼 啊 仆街 我屌你老母艾馬利 你竟然比我快 我屌你老母艾利利 是不是 他想不到那件事 你看看賽後的訪問 他是有這樣說的 我想不到 可能一邊磨下去 阿馬利突然間 按鍵 現在這個足球生態 是不可以這樣玩的 為什麼阿馬利 我們要說 其實他也有一個調動 是冒了一個險的 我們看一看 我們不妨看看阿馬利的調動 還沒有照片 還沒有照片 待會再補充一下 他的調動 六十四 六十五分鐘 哥基連和祖姑爾斯進來了 其實就是位換位 祖姑爾斯進來進去 都是踢回右翼位 當然一個是左腳 一個是侵略性 盤扭 能力比較強 另一個耶利美賓奴 就是比較 out and out 右邊上上落落的球員 高基連 替祖姑爾斯也是 踢回五四一的左中場 正正就是 駁回到十二馬哥 又是 他怎樣 鑽回中間 就被他駁回到 好了 反而關鍵就是 74分鐘 謝拉特摩蘭奴 入替盧射手 因為謝拉特摩蘭奴 一定是一個前鋒球員 而且你要知道 換了他出來之後 艾瑪利 他可能就是覺得 喂 祖雲達斯也不太聰明 我可以試試換個射手 因為謝拉特摩蘭奴 其實已經養傷了 差不多六個星期 結果 被你踢十五分鐘 看看你的狀態 有沒有機會 可以 就算不是在 地面組織陣地戰上 可以押回中間 有沒有機會 軟射 因為他的射門能力 都不差 有沒有機會 可以靠這件事 來 打破門局 結果 其實 第一個十二馬 插上去 其實是 那個直線 當然十二馬 自己也進去 但是 起碼你看到 這個換人 艾瑪利 其實大可以 噢 加時就加時 加時才跟你抹 你說抹 是抹 是抹 他沒有抹 這個是有少少的 一個 他自己 換回來的 一個獎勵 這個調動 沒錯 李芝欣淘寶 我喜歡這個名字 1718 球季打熱刺 那場簡直是經典 即是反輸 即是輸那場 沒錯 沒錯 對 另外上面 Din James說 魔爹都變了 為什麼你屌射都還在舊那一套呢 我覺得是有一種路徑依賴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 老牌教頭都會有這個問題 當初艾瑪利說 回來祖國人達師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 沒有什麼新思維 可能他用這種招數 在聯賽中 磨一下磨一下磨爛 磨到你 長球完了為止 接著就可以代三分 你聯賽這樣打就行 可以 背賽來吧 大哥 你聽聽一下 背賽和聯賽都分不到 有沒有搞錯啊 真的 是啊 所以你看其實 你打到第一個十二碼之前 突然有分幾兩分鐘 是在祖雲達斯自己的後半場 在搓 而是全場 可能是全場 第一次 真的去到祖雲達斯自己的後半場 拿到一個球 用到分幾兩分鐘 結果又真的被他拚到十二碼 就是那幾年 斜咳進去 拚到魯加利出腳 交球就是 正正就是兩個後備球員 夾手夾腳 話說回來 說到十二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以阿斯斯斯斯尼 他救十二碼 有一個很慣性的動作 就是很喜歡 那個肩頭 不知道拍不清楚 現在縮小了我的畫面 這樣 這樣 你想不想像得到我 先仰一邊 我很快做一次 然後就撲去另一邊 這一幕其實是令我想起二比八那場 是 是 即是哪一場二比八 不用多說 因為那個十二碼 到現在 今時今日 還是這樣的 是 門將撲十二碼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 習慣 嗯 他很明顯 就是仰個薄頭 但是又捉重路 他也叫捉重路 好過誰先 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壞三八年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 就是 球員的小動作 另外其實 你說 唯一你入過三球 都是四球 我想說第二球值得稱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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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球很明顯是 爪流力二傳 其實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機會 是 那一刻 向前這樣衝突 是令球球進入了 還有那個球 我不知道是有心射還是怎樣 曲弧線是很漂亮的 曲線 就是那個意識 對 那個入攝的意識 很多中堅 很難在中堅上發生到這件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 通常前鋒的部位 才會出現 你沒想過中堅也會有這種事 但是炮托利斯今季 入了五球 沒有記錯 就是鋼賽事 除了這件事要賺之外 我覺得另一件事要賺的就是 因為去到那時候 84分鐘 Michael 你有一個進攻的角球 正常很多中堅都會不上去 或者你在前面的接應點 不會放那麼多 可能三至四個 但是他依然都是擺夠五個 那個角球呢 正正就是奧利亞在前處一批 被炮托利斯在美處撿到 唉 繼續講CCC來的十二碼 San Peter說 你認同 Ellen Murphy認同 少林足球 田雞柳波 真的有幾次 田雞柳波 看看CCC來 他在這場球之前 對上的四個十二碼 是破了三個的 在今季的比賽當中 撲夠率是極高的 所以 其實這一球對著 黃潛其實他差一點 都搞得好 大家不要誤會 我這樣帶出來講 不是嘲笑 施石斯利 而是 相反 我是想換醒 安慰一些馬聯球迷 拿回一場比賽出來 打阿丁 為什麼呢 沒有 因為我知道有些馬聯球迷都會傷心 尤其是聽完剛才的節目之後 剛剛很開心 他的氣氛很歡樂 很歡樂 說笑而已 說回這場吧 所以 艾瑪利 這場都差不多說了 他首次打入歐聯八強 對於他來說 也是一個突破點 剛才你在專業鬥出了一張圖 也替他感到高興 因為我覺得他是有一種 辛辛苦苦的多年 終於都叫艾七頭淚 沒錯 也不是Trophy 但 你幾乎都看到他 艾瑪利其實是一個曝光都很高的 那方面呢 他的說話還是怎樣 杯賽你經常都會看到他 我又不覺得他真的 大家那個那麼搞笑 他的搞笑是放在英超才顯得搞笑 是的 咦 這個要躲一躲 Din就說 聽聞陶寶兄真身是藝人 如果是就 歡迎你先 多多跟不同的藝人朋友分享一下 這樣 我們繼續說回 補充兩個數據 關於艾瑪利爾 或者關於維拉利爾 原來維拉利爾在對上 23次歐洲賽的賽事 當然比較多是歐巴 只是在90分鐘內 輸過兩場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走勢 另外呢 如果你說要講到 歐巴 拿完歐巴冠軍 歐洲次一級的杯賽 之後再拿歐聯冠軍的話 你知道嗎 對上一次已經要數到70年代中期的利物浦 這麼久了? 我只是告訴大家 一個不小心 唯一理願 今屆歐聯獲得冠軍的話 我問你剛才說 你輸了兩場 90分鐘 是不是淘汰賽 是 是 如果不是分組賽 我發覺都輸了兩場 是 淘汰賽 淘汰賽 三季歐聯的16強 被淘汰出局 之前的10季 也只有三次 現在祖雲達斯 其實感覺都很曼聯 好過慢一點 他在聯賽的位置好過慢一點 不過出代力歐戰都很難搞的 然後另一方面 Lok Chao 又說 歐聯 歐協連贏 上過不是摩爹嗎 另外 June 又說 波圖 拿完歐巴 再拿歐聯 我覺得 今季歐聯 如果是說黑馬分子 賓飛加和黃潛 暫時我覺得黃潛 黑馬還黑馬 其實我覺得 是一雙很難接近的豬頭骨 未至於有捧杯機會 有的 這條線出得很漂亮 你以為維拉莉要抽到賓飛加 要先抽到賓飛加 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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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運可以漂亮到這樣 真的 上面有補充June 或者 還有哪位 Joe 又說 第十二馬 也是先輸單 Adam Matthews說 祖蘭達斯 現在根本就是 谷亞達道的一人球隊 其實 桑谷亞達道真的 很厲害 我經常都說 拿著上屆美洲國家盃 來講 他真的長長 踢足 聯賽又是很重要 身體對抗 加速落底 全中波 嘩 右閘 右翼 邊路爆破 你想想他33歲的體能 真的 老而來堅 真的 不過昨天補充 波濤 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怎樣計 可能不同杯賽的特性 不過Anyway 都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說實話 這八場的肅強 竟然沒有任何一場有家事 好事 好事 給大家休息一下 四點鐘停了 有家事 真的不用睡 可以上班了 是 好了 這場的評論 講到這裏 先差不多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講一下車路士 對李懿那場 歐聯十六強的比賽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的頻道 一會兒見 請堂 처음見 好 好 記得